監視器清楚拍到 深色轎車開在路上 結果駕駛越開越偏 都吃過雙黃線了 還不回正 對象摩托車騎士 發現不對勁 路邊轎車駕駛也覺得怪怪的 果然下一秒深色轎車 就撞向路邊兩台車 跟一台摩托車 同時間小吃攤的客人 嚇到跳起來 餐點也不管了 連忙逃命 車還差點整台撞進店內 精簡過程全被拍下 因為我剛好站在這邊 我看一台車子一直衝過來 不想說我們 我來站好 要站好 我站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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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吃攤客人邊吃早餐 邊募集車禍就在眼前 嚇到驚魂未定 雙手抱頭 業者邊煮肉跟湯 還看到車禍在眼前發生 幸好只有擦到沒有正面撞擊 警方到場一查 果然汽車駕駛酒駕 酒測值0.48 我實際沒有抓 抓 所以原來看一台車子衝過來 開很快的 只過來了 對的 不然那台白色怎麼會讓它擠上去 酒駕撞車就在台中東區自由路上 9號清晨6點多 43歲陽性男子酒駕 逆向開車撞了兩台車 自己的車也撞到半毀 現場一片狼藉 撞上路邊兩輛自小客 即衝撞民載的鐵門 造成有財務死之 差點被撞的店家是賈貝瓦 跟台北賈貽瓦 都算是從同一家店的分支 台中就是賈貝瓦的天下 專賣米糕肉跟湯 客人飯吃到一半 差點被車撞飛 魚稽有存 TVBS新聞蘇泰穎將軍演徐又翔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